請問,請問,你寫著剪頭髮? 寫著的,寫著的,因為其實我第一日收到這個劇的通知 排隊的會和監製打給我,他說新吃要剪頭髮 然後我就說,好啊,這樣 然後他說,你還沒聽過這個故事 我還沒告訴你,剪到緣了多短 然後我說,剪到緣了多短,我也會拍的 第一 我覺得她的決定一定會沒錯 因為監製最了解的角色 演員就是要去復興這個形象 第二 當我聽了那個故事之後 我很喜歡方程郎這個角色 因為跟我以往演的很多角色不同 除了她很開心 和很大被人溫暖和歡樂之外 她最大的特點是我以前沒演過的 就是要演媽媽 我會有一個兒子 小學 說我在大學畢業 立即有了她 我還未趕得及去考海關 就已經有了她 因為很年輕的時候已經生了她 我還未實踐到我的夢想 但是當她到了小學 那些東西都穩定了 不是寶寶手舖的時候 我就覺得可以實踐自己的夢想 而家人都支持的時候 那她就去考海關獨冊 那其實對我來說 我很想呈現的就是監製跟我說的 我一個任務 就是我很想讓大家看到 這個現代的職業女性 如何在家裡和家人當中 都拿到一個平衡 而且是處理得很好的 所以剪這個頭 其實對我來說 方程朗一剪是以事名之 其實對我來說都是以事名之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很想做得好的一個任務 所以我們講過了一句話 我們會不會不會是事名之二 或是事名之二 還是借散的問題 我們會不會是事名之一 是一輪的問題